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小明舉一條細線 以佛爾瑪丸作為擺錘 側的單擺 它在這樣擺 它的擺腸 這是擺腸 還有擺角 這是最大的擺弧 擺角 還有擺錘 擺錘質量 這一個他說 每擺動十次它的時間 然後把結果寫成這個樣子 那麼回答下一個問題 我們看第一小題 他說 甲丁霧三次實驗 甲丁霧的話 他把擺腸的長度固定 擺角的角度固定 那個什麼呢 質量改變質量 這個我們就稱為什麼呢 稱為操縱的 這個是 稱為控制的變因 就是說 我們在做一個實驗裡面 有很多很多變因 那我現在 指什麼呢 只操縱一個變因 其他變因把它控制 把它控制住的話 那這種我們叫做 控制的變因 那這是操縱的變因 那我就看操縱的變因 跟什麼呢 跟這個應變的變因 它之間的關係 我們發現的話 這個每一次 每十次 他擺動的時間都差不多 就這質量的話 跟這個什麼 跟周期沒什麼關係 這是他的結論 他說 在證明哪一種因素 對周期的影響 就是證明質量 看質量對周期有沒有影響 結果發現沒有影響 所以這個應該選多少呢 應該選這個擺垂質量 要來什麼呢 證明這個質量 跟這個周期之間的關係 結果發現沒有關係 你改變質量的話 他的周期還是差不多 我們看第二小題 從甲已榜三次實驗的結果 可獲得下列哪一項結論 就是說擺動的周期 跟質量沒關係 所以應該選C 想選C 這個擺垂質量已當擺無關 我們看看這個A 這個A的話 哪一個因素對周期的影響 擺錘的質量 要看擺 其他都控制住了 這是控制的變因 這讓它改變 看它跟它有沒有影響 結果發現沒有影響 所以第一小題是要看什麼 看擺錘質量對周期的影響 所以兩個答案都要選C